9月8日早上開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首先要交代一些靶場的消息 由現在到晚上9點 奮慶身為大量靶場 有射擊練習 夜間練習時區府人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區府人掛紅燈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 以免發生危險 今早千禧年代會關注一些 比較醫學上的話題 最近看到港大醫學院 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有關於如何處理金黃葡萄球菌 大家都知道過一段時間 香港也有很多討論 有關如何用抗生素 港大袁國勇經常提醒大家 抗生素不要濫用 濫用得多就會出現耐弱性 到時造成一個更加嚴重的後果 現在說為何港大醫學院 有一個重要的發現 就是他們發現了另一種方法 去處理金黃葡萄球菌 可以避開不用抗生素 就用一種化學物形式去處理 據看的比較複雜 也要請這次團隊有份負責的學者 上來跟我們解釋 不過請來嘉賓有香港大學 微生物學系的副教授高一川 早晨高教授 早晨 早晨葉姑娘 不如先跟我們解解 你整體研究的成果是怎樣 不用抗生素來醫用 發酵物那種大概是怎樣的東西 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抗生素傳統上來說 是用來殺細菌的 即是當你感染了細菌的時候 如果你吃抗生素 那種抗生素進入體內之後 它就會將細菌 入侵的細菌殺死 本來就很好的 但問題來講就是 你殺死細菌的時候 很多時候它有一兩隻是存活者 你殺不死它 因為它自己突變了 變成有了耐弱性 問題是你殺不死之後 它很快就會繁殖 於是很快變了 殺死的細菌就沒有了 剩下的全部就是殺不死的細菌 所以結果來講 當你用抗生素越來越多 或者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漸漸出現一個很普遍的耐弱性 日後如果你再有感染 再用同一隻抗生素 就變成完全無效了 但是我們團隊的研究 我們其實就是循環一個很不同的方向去看 我們就認為其實你不一定需要殺死細菌 最重要是你只要控制到它 讓它是不可以進入你的身體當中 或者產生感染 其實已經成功了 因為當它是不可以感染你的身體 或者進入身體裡面不可以存活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自然就將它清除了 所以在我們的研究當中 我們是嘗試去尋找一些藥物 那些藥物來講 當你將它跟細菌放在一起的時候 細菌沒有問題的 照樣生存的 所以就不會選擇出一些耐弱性的細菌出來 但是這些藥物來講 它可以將細菌一些很重要的機制 例如今次的金黃葡萄球菌 我們將它的葡萄球菌黃素 就是大家看到金黃色細菌的顏色 它是令到它不可以製造這種色素 而這個色素對細菌來說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個細菌來說 這個色素讓它當入侵身體的時候 免疫系統有一些武器 那種武器我們叫做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這樣就可以殺死細菌 但是這個金黃色的色素 就可以中和了這種武器 令到你的身體殺不死 大家可以想像 現在我們新發現的這種化物 它就讓到這個細菌 不可以再製造這個保護網 於是當它進入身體裏面來說 它變成完全沒有抵抗能力 身體就很容易將它清脆 所以來說這種新的化物 它的特點就是 它很困難會引起耐弱性 但是同時間來說 它也可以阻止到 金黃葡萄球菌入侵你的身體 這個發現是何時做成的 你用了多少時間做的 整個那個構想 其實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 袁國勇教授和我們的團隊一起坐下來 就想要有些新的方法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就開始想到 向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你說前後也說 差不多八年的時間 但是特別說這個 我們叫NP16 這個新的化合物 我們都用了差不多四年的時間 由發現它到明白它的基理 為什麼殺死細菌 到將整個故事好好地說出來 所有的原理都明白了 國際上有沒有其他醫療團隊 用這種方法去處理這些病菌 這個概念來說 其實在最近已經開始 在不同的國際會議當中提出來了 但是真真正正可以有機會去到臨床來說 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 我們這次所發現這個新的化合物來說 當我們初步去測試它的時候 就發現它對人類的細胞 是沒有什麼毒性 對小鼠的實驗當中 既可以治療到感染的小鼠 也沒有看到它的毒性 所以我們覺得它是極大有機會 可以在很短時間之內 放進去臨床前的實驗 那一般來說 要用大約兩至三年左右的時間 如果一切都是順利的話 發覺它對其他動物的模型 也沒有什麼害處 而且它在身體裡面 可以分佈得很好 也不會那麼容易被身體分解 這些各樣東西都覺得合適 我們就會將它在臨床的實驗裡面 所以很有機會它將會成為第一種 不是用抗生素 可以對付葡萄球菌的一個藥物 國際上有沒有其他研究團隊 都找到類似你的發言 還是你們首先找到 都會有 其實在國際團隊當中 在不同的菌當中都找到 曾經也有人嘗試試一些現成用的藥物 發覺原來它也有類似的特性 是可以抑制這些金黃色的色素產生的 但是那種藥物本身已經在用 大家都可能懷疑它會不會有其他的作用 未必可以很針對性 但這次我們這個化物是非常針對性的 我們知道它在對付一個很關鍵的機制 若果你將這個機制去抑制的時候 金黃色葡萄球菌就不可能再製造色素了 今早上請來的嘉賓就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副教授高一川 在說他們最近的一個研究成果 發現了一種化合物就是有效去抑制金黃葡萄球菌 大家對於現在經常講抗生素等等的問題 有什麼看法呢 你自己有沒有看到藍用等等 待會兒我們可以直接談談 大家都可以打上來跟我們談談 電話172311 17231 這裡想和高一川教授說多一點 就是先明白整個的原理 因為很多時候小市民聽很多都不懂的 都要仔細一點了解一下 首先這個金黃葡萄球菌 其實剛才你解釋過它有一個金黃色素 那裡是最關鍵的 如果用抗生素的話 它其實用什麼原理去消滅細菌呢 是怎樣做的呢 其實就應該這樣說 它金黃色的色素不是最關鍵 最重要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其實它有很多武器 你可以說 它進入了身體之後 它自己有分泌很多毒素 是殺死你的細胞 它會繼續去繁殖 一般的抗生素來說 就是可以去殺死細菌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 例如它是可以將細胞逼 去阻止它製造細胞逼 於是細菌會死 或者它直接進去細菌 進去細菌裡面來說 它可以將一些 譬如繁殖自己的機制 阻止了 於是細菌又不能繁殖自己 或者它可以直接 將一些製造蛋白質的機制 所以我們其實有不同種類的抗生素 在對付不同的機制 但它們有一個特點 抗生素 你聽名字就知道了 它是將生物 在這個情節下的細菌 是會殺死的 這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你去殺死細菌的時候 細菌的數目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你是不能完全將它殺死的 結果你永遠有機會 是有一、兩隻可以存活 成為有一個耐藥性 所以用了抗生素的後果 在假二時日 就會出現一個耐藥性的問題 但是它的殺死 不是只是針對某一隻的病菌 是所有在體內 所有細菌都殺死的 還是怎樣的 抗生素 抗生素 這個問題非常好 抗生素也有很多種類 有一種我們叫做 廣普的抗生素 廣普即使說 其實它是甚麼都殺的 是細菌都殺的 無論你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你是大腸肝菌 是好的壞的細菌 總之你接觸到它 你都死了 我們要做廣普的 也有一些比較上是 沒有那麼廣普的 可能是針對性的 譬如有些抗生素 它就只是對一些 我們叫做 格蘭氏 就是叫做 Grand Positive 格蘭氏正的細菌 去殺死 在這個情形之下來說 我們漸漸認為 我們科學家漸漸認為 其實廣普的抗生素 有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因為它太過濫殺了 結果它同時間 就把好的細菌 壞的細菌全部殺死 而另一個問題 就是它更加容易引起耐弱性 最大的問題是細菌很特別 譬如你在其中一種細菌裏 是有產生的耐弱性 它可以將這種耐弱性的基因 傳播給其中完全不適合的細菌 意思即是說 如果你用一種廣普的抗生素 你是嘗試殺死細菌 其中一些大腸抗菌 譬如這樣說 它是產生了耐弱性 轉折這個耐弱性的基因 有機會走到其他致病的 譬如沙門氏群的裏面 結果來講 日後用抗生素 就對付不了沙門氏群 對金黃色泡沙門氏群是一樣的 有些耐弱性的基因 本來不是它的 在其他細菌身上是發展的 但亦是轉接傳播去 轉到它的身上 所以結果來講 當你越用得這些抗生素多的時候 那個耐弱性的問題越來越大 但其實你們有沒有研究 為何那些 那麼厲害的 他們會有一個耐弱性的 按道理 當初設計的抗生素時 應該可以殺死他們 他們是為何可以做到這些東西 如果講到這個也挺有趣的故事 其實第一隻抗生素就叫盤尼西林 可能很多市民都聽過盤尼西林 其實盤尼西林就是1928年的時候 在一個很無異的情形 即不是刻意的情形當中 有一位科學家叫做Alizander Fleming 他就是研究細菌的 剛好研究過金黃色葡萄球菌 有一次他就是把那些菌種在營養碟上 於是他剛好就放假 他就離開了一段時間 就忘記了那些碟在桌面上 到回來的時候發覺 咦 為何有些毛是生了旁邊 凡是接近毛的地方 就生不到這個金黃色葡萄球菌 於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發現盤尼西林 這就是我們叫做第一隻的抗生素 我們一直都以為其實是解決問題 就是早期來說 有抗生素是解決了傳染病 當時是沒有預測到 原來細菌是可以有耐弱性的產生 當人類一路用很多的抗生素 不同的抗生素的時候 就漸漸發覺原來很快 因為細菌的數目很多 你永遠不可以將它全部殺死 它只需要有0.0001%的細菌傳活 那些耐弱性的細菌就可以很快繁殖 就取代了那些敏感的細菌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看到為何這麼嚴重的耐弱性問題 但是這個耐弱性是否可以累積上來 就是剛才你說1928年到現在差不多100年 一直在儲存他們的經驗值 就是對於病菌來看 是的 這個絕對對 你說的儲存是非常之對的 而且他們儲存起來 他們是不會失去了 是很有趣的 即是說如果他有一個耐弱性的基因 加入了自己的基因庫裏面 他會繼續拿不同的耐弱性的基因 進入自己的基因庫裏面 結果來說 就產生了我們現在經常說 有些多重性的耐弱菌 就是因為它是不停累積 正如你所說 累積了這麼多年的時間 它不停不停累積 結果來說 它不單止對一種抗生素有耐弱性 其實現在有很多細菌 是對很多 甚至我們目前用的 差不多所有抗生素 都有耐弱性出現的 現在有多少種抗生素 可不可以一路再開發一些 再厲害一點的抗生素 那它耐弱 我就再大力一點打它 行不行 現在已經有很多很多抗生素 但是的確我們 仍然是應該繼續去開發抗生素 我們這個新的方向 並不是說要取代抗生素 抗生素仍然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它的確確在很多情形之下 仍然有效 但是它對付耐弱性的細菌 就的確實確有效用 所以我自己認為來說 其實也有很多科學家繼續在做 是繼續尋找製造新的抗生素 這個是不應該停止的 但是我們同時間要想一些不同的選項 這就是其中一個新的選項 就是它可以其實是我們不用抗生素 用另一種的化物 都又是達到同一個目的 我相信日後很可能出現一個混合式的治療 可能抗生素再加上一些 類似我們這種新的方向新的藥物 結果可以全面這樣控制感染 但是你今次用這種化合物 NP16的化合物 其實是否只是針對金黃葡萄球菌 這一種群 其他的就不行了 沒錯 這隻NP16是很針對性的 它只是對付金黃葡萄球菌 它的葡萄球菌 黃素 因為這是很專門的機制 所以它只是針對這隻細菌 它的好處就是 譬如當你人用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央及其他好的細菌 身體裡面有很多好的細菌 它央及不到 我們其實現在的整個計劃當中 我們針對一些比較重要的耐弱性細菌 我們已經是用這種方法 用非抗生素的方式 已經一直在尋找新的藥物 但是這個還要多少時間呢 就是剛才說 坊間還應該有很多種的病菌 是 可否用完這一種的原理 去處理這麼多種病菌 每一種病菌 都要找每一種特定的化合物 到時會不會用起來又怎樣用 在我們的研究計劃當中來說 我們會針對一些重要的耐性細菌 大家記住 其實大部份的細菌是好的 只是有很少數 對人或動物是有入侵性的 而在這些所謂有害的細菌當中 也不是全部都有很大的耐弱性出現 所以我們現在的研究計劃 基本上目前針對一些很重要 我們發覺是很難醫的超級細菌 那類細菌去針對性去醫療他們 這樣來說 我相信長遠來說 可能你不需要說 每一個細菌都有一種針對性的藥物 但是最主要的細菌 你就會這樣去做 金黃葡萄球菌 經常都聽這個名字 但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那些惡的菌 如果是耐弱性的那些 算不算是現在 其實是非常惡的菌 因為它本身的毒性很強 即是它入侵了身體之後 它會製造各樣的傷害 譬如簡單來說 是比較輕微的 可能你是有些傷了皮膚 可能引致紅腫 然後陷入濃 很多時候都是金黃葡萄球菌 因此皮膚炎 你再進入嚴重一點 甚至你去到敗血病 肺炎 肺炎 這一類來說 是生命危險 比較上是有生命危險的威脅 所以它其實都是很惡的菌 但是它也有些耐弱性 現在去到真的耐弱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會不會去到一個沒有抗生素可以用的階段 發展到現在 到了這個位置沒有 目前來說 那個耐弱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我們一般 可能大家也聽過 叫做MRSA 或者Mersa 它來說 其實如果真的發覺病人身上 是帶有這個菌 現在一般都是要用到那個 萬古梅素 Vancromycin 其他的抗生素 一般都是對它沒有用的 但是實際上來說 在若干年前來說 其實已經是發現 有那個金黃葡萄球菌 已經是對那個萬古梅素 已經有耐弱性 所以繼續發展下去 我們相信 它會是對我們目前所有應用的 所有抗生素 都會漸漸有耐弱性 剛才說到萬古梅素 算是對金黃葡萄球菌 來說是最後一招 對 差不多是最後一招 而且它也不是最 如果可以不用就不用 因為本身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但是現在如果一個醫生 看到有一個病人 有剛才那個 就是萬古梅素 都對付不了金黃葡萄球菌 那一般醫生 現在可以怎樣做 如果真的遇到這個情形 都真的會非常棘手 因為那個細菌的感染 很多時候在身體裏製造的傷害 甚至引起的致命 是可以很短時間的 所以最大的問題是 當你試第一隻抗生素不行 然後你再試第二隻 譬如萬古梅素都不行的時候 可能已經到了那個情形來說 那個病人未必再可以用來醫治 所以其實是挺危險的 如果試了一隻兩隻都不知道的時候 用哪隻抗生素才對的時候 所以都很危險的 當然如果你發覺 它對萬古梅素有那個耐弱性 你可以重新再檢視 可能仍然有其中一隻兩隻抗生素 稀有抗生素 它仍然可以用來對付它 但是這個要很長時間 可能要用幾天甚至一個禮拜 你才可以在醫院的情形當中找到 但是這個其實對病人來說 也是很珍貴的時間 幾天一個禮拜 可能對它來說是致命的 當初你又說到 當年發現抗生素的時候 就以為解決了問題 可以殺掉細菌它沒事 後來慢慢就有變異等等 怕變異變成有抗弱性 這次你們這個發現 會不會又同樣有什麼後果 會不會發展下去 它又懂得破你的化合物 然後它又依然可以 即你的原理已經不可行 會不會有什麼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我們永遠在考慮當中 但是純粹在我們的研究過程當中 因為這個機制 它本身對那個細菌 在正常的生長當中 它是不會有任何的威脅的 跟抗生素是非常不一樣的 抗生素如果你用了它 甚至抗生素在流入的環境當中 其實一直在培養耐用性細菌 但是我們這個化合物 因為它本身對那個細菌 完全沒有那個傷害性 所以不會產生耐弱性 而它唯一做的就是 當細菌想要治病的時候 想感染那個生物 比如感染人或動物的時候 它就令到它失卻了防禦的能力 它就不可以很有效地感染人或動物 所以這個機制 我們相信產生耐弱性的機會 是微乎其微的 那現在你就說 趁它想入侵人的時候 感染人的時候 你們就發揮作用了 但是一般來說 它要這個化合物 發揮效用的時間 會不會比抗生素慢些 因為你其實最終都是靠人裡面 自己去打低這個病菌 現在都是原理上 會不會時間上有分別的 時間上的分別其實也不會太大 因為在我們的研究過程當中 當我們加入了這個藥物 跟金黃色葡萄球菌在一起 藥物就差不多是 即時可以阻止 即時阻止繼續製造 金黃色葡萄球菌黃素 即時它的保護能力 即時開始下降 你的身體免疫系統也沒有小看 你的身體免疫系統 其實你身體免疫系統裡面的 免疫細胞 在很多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他一看到任何細菌一入侵 第一件事就將它吞死了 接著釋放出剛才我所說的那種活性養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去殺死他們 所以是非常快的 即時話來說 你用了這個藥物 金黃色葡萄球菌 馬上就失卻了它的保護能力 而你的身體的免疫細胞 就可以很快將它清除 剛才你說過 接下來可能會有其他人 再研究如何變成藥物 何時會出現到 中間的難處 其實都是時間問題 因為你要製造藥物 很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肯定 它對人類沒有嚴重副作用 或者對安全性有問題 所以我們首先要用兩至三年的時間 做臨床前的實驗 肯定它對其他不同的動物 沒有任何安全性的問題 亦有治療性非常有效 我們便會開始臨床的實驗 臨床實驗的第一期 通常只不過是試一試 在人類身上會不會有些副作用 和安全性的問題 如果都沒有這些問題 我們便真真正正開展 臨床第二第三期的實驗 整個過程來說 一般來說 很難說是少於七年至八年 所以我相信這個藥物最快 如果可以應用到 我相信大約是要到七年至十年 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看到有可能會出現 直播室有一個 港大微生物學系的高一川副教授 大家可以打來和你談談 187231 請到港大醫學院 我們會看到 港大醫學院 最近公布了一項 他們發現 可以用一種化合物 去抑制金黃葡萄球菌 和傳統用抗生素的治療方法不同 抗生素可能會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出現抗藥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這次用化合物去抑制他們 據說可以不會出現這種副作用 朝一請我們的嘉賓 就是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副教授 高一川 剛才就很詳細地解釋了原理是怎樣 你們整個的想法 這次這個發現 會不會真的可以改變到 日後整個的容藥那種方法 算不算改變世界的一個發言 應該這樣說 現在仍然是研究的階段 若果這個發合物 將來真的可以經過優化之後 的確確可以應用在人身上 甚至出到醫院的市場當中 我相信的確確和抗生素很不同 改變了很多我們對付世群的方式 我相信是有那個改變世界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說到往後 剛才說也要好幾年的時間 可能起碼到七年才會變成一個藥物 可能更長時間 看看那個進度是怎樣 這一部分其實香港做到多少 還是都要靠外國的 或者整個研究 在香港自己本土的成份有多少 在做藥來講 外國經驗很多 特別是美國和歐洲 大家都知道很多大的藥廠都是美國和歐洲 香港來講 自己本地可以製造藥 大型製造藥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沒有真正正正的 但我們相信香港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我們其實也是積極地和商界和政府去恰談 也很有希望 很希望將我們的新發現 可以在本地去做臨床前 甚至做臨床的實驗 可不可以將整個過程在香港做完 我相信這也是要時間去看 還有很大的商業元素在裡面 但我自己看到的可能性 都是不小的 是有機會的 我們都向這個方向去走 但你有沒有足夠的硬件 譬如你要做藥 我幻想可能有很多廠 很多東西等等 本身我們有沒有在 你為了你這個藥 而特地要搞這些事情 還是怎樣 如果我們說到 連製造藥這個階段 都在香港來講 的確我們添置很多硬件 但如果我們說 譬如我們一直做完臨床前 做完臨床 直至藥基本上都可以面世這個階段 那所謂的很大的硬件 都未必是很大的需要 但我相信反而是整個社會的配合 即是說原來我們香港是有機會 在製造藥業這方面 其實也是可以調一個新的方向 我相信如果是商界 政府和學術界是互相配合來講 我相信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今次的研究就是本土的團隊 資源是否都是靠政府主導 沒錯 其實在2009年的時候 若勇教授提倡了這個先導計劃 政府是由政府的資金支持我們 所以這麼多年來講 其實我們大學研究的基金 基本上大部分都由政府來的 我們只是可能有部分的 譬如我們的硬件 也有些私人的團體 善心人士去捐助 用到我們有足夠的硬件 做我們的研究 看到香港大學的這個團隊 走到這一步 看看往後 會不會發展成為一個新的藥物 直播室的嘉賓就是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的 副教授高一邨 聽聽聽聽聽的電話 有聽聽聽也想一起討論 有林先生打上來的 林先生你好 早晨 林先生聽到一些聲音 應該接通了 喂林先生 林先生的懷疑可能拿起了個電話 我們嘗試看看 會不會之後找到林先生 好了 暫時等等林先生再回來 我想和歌村教授聊一下 剛剛回來 不如先聽聽林先生 林先生在這裡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是不是回來了 有些雜聲可能似乎 技術上有些問題 之後再處理 講講未來我們香港發展的抗生素方面 現在經常講的耐弱性的問題 早前政府其實也有個五年計劃 講到香港現在都怕抗弱性的情況 病毒的情況嚴重 其實看這些數字 香港特別多抗弱性的病菌出現 比起歐美其他地方 其實來講 耐弱性的問題 就不是單單香港 是一個全球性的 世衛也是最近很清楚講明了 耐弱性的細菌來講 將會成為人類影響人 來健康的很重要的課題 為什麼我講講會覺得香港比較厲害 之前有些報導說 染金黃葡萄球菌的病人當中 有45%的病人會出現耐弱性 這個比例就比英國高四倍 是沒錯 如果你看看統計來講 如果你將整個世界不同地區比較 香港不低的 最低是北歐的國家 英國和歐洲都算是不錯的 但是你說香港是否特別好差呢 如果你將它和日本和美國比 其實是差不多的 即使歐洲和北歐那邊是特別低的 內弱性的 即是它特別好 香港不會特別差呢 是的 但是也是嚴重的 因為其實來講 你想想如果病人找到那個 金黃色葡萄球菌 當中有4成多的內弱性 其實也是嚴重的 或者是表示有4成多的病人 你不可以用一般常規的抗生素 已經要用到像萬古梅素那類的抗生素 所以你說嚴重嗎 其實也是叫嚴重的 但是為什麼會有地區差異呢 我相信這個是複雜的 是和那個地區有沒有是 對抗生素的所謂用途的管制 去整個公民的意識 會不會一般的人濫用抗生素 也會不會和不同的人 本身的基因本身有些不同 結果來說 他們會不會清除某些細菌容易一些 這些我們是比較複雜的 我相信有更加多的研究是需要去做的 現在看到香港有五年計劃 其中有些方向 譬如本地農場 不如這樣吧 你們不可以自己用抗生素 用到都要由獸醫處方 譬如農場用抗生素的情況 這方面不知道你是否熟悉 香港其實情況是怎樣 如果現在說要獸醫先用的 你覺得這個方向 就是獸醫批准處方先用的 你怎麼看這個方向 我雖然不是這方面的權威 但其實這也不是香港發明出來的 這種想法 其實歐洲在很多地方 基本上歐洲已經禁止在農場 用抗生素 我相信這個如果做了 絕對是一個好的方向 因為你看到歐洲似乎是很有效 但是實際上怎樣執行 以及政策的理定 這些也真的不是我的權威 但我只是這樣去看 那別人的農場 為什麼可以不用抗生素 香港這邊有這麼多農場 都說有需要用 那他們怎樣解決 那些動物間病菌的問題 那不只是香港的農場用的 其實世界有很多地方 都仍然是用抗生素的 美國在農場也有用 那為什麼人家做到不用用 做到不用用 我想那個犧牲就是 你要預期可能 你整個環境維生要做得更加好 而且如果你不用抗生素 也很有機會來說 那個產量可能會少了 這也是要面對的 即使說相對來說 那些肉類的價格可能會貴了 這也是大家要去 我想社會或者業界要討論的 這也真的不是我自己的權威 方法 好 之前有一位聽眾林先生回來 他是美國長途電話 我們嘗試跟林先生接通 林先生你好 是 葉先生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請說林先生 你好 我大約2008年 我肚痛去醫樂洲看醫生 那醫生說我是盲腸炎 做了手術之後 翌日就發燒 大約是三個天之後 就回家 他一直給我吃 500克 一天吃三顆 就吃了一個星期 這是抗生素 林先生 一邊有個孔 不埋口 三個月之後 我就回去再看 他說 要再做多次手術 就清理一下 又給我吃 又是吃了三個星期 六個月之後 亦都不埋口 那我就不再看 我就去到成功 去大醫院 那看 那些醫療 每個都說是正常的 他說你的傷口 好像一個洞 那樣 你要慢慢慢慢通 它治療 那埋口就會停 一邊給脂肪 一邊吃很多抗生素 這樣做到 最後九個月 我又回香港 我打算看 但都看不到 九個月 我去到成功 最大的醫院 醫生想找到什麼問題 他就看到 原來我盲腸還在 他沒有角度 他說原來我 那時候 叫做 那其實都不用做手食 那後來醫生 就說 要不再吃 這個抗生素 一年兩年 誰知道 直到胸位置 埋口 或者再做了手食 叫做 這個 我選擇做 這個 就是 好 那 我這麼多 九個月之中 我吃很多 這個抗生素 不知道我對身體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想請問高教授 前後吃了幾個療程 聽你也很多次 是不是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 我還以為 醫療很早 很早 去到大醫院也好 看病毒也好 出名也好 每個人都說 你是正常的 OK 好 林先生 多謝你打上來講的情況 不如請高教授回應一下 長期吃抗生素 對人來說有什麼問題 長期吃抗生素 一定會令你的身體 是漸漸產生 內肉性的細菌 這個應該是不需要特別懷疑 所以不會是長期吃 如果長期吃抗生素 而且長期吃抗生素 也對身體 其他好的細菌 也帶來一個極懷的影響 即使你會把好的細菌 殺死了 而當你沒有了好的細菌 其實醫學上有很多案例 就是有其他惡菌 我們叫做病原 病菌 它又倒回頭 因為你沒有了好的細菌 它就進入你的身體 所以長期吃抗生素 一定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情況 但對於病人來說 這次醫生叫 病人很難說 我不用了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醫生 我就不知道他的模式是怎樣 我相信醫生可能有自己的做法 但純粹由我們對抗生素認識的角度來說 長期用抗生素的確不是太理想的 其實不同地方的醫生 會不會有不同的醫療風格呢 有沒有說哪一地區的醫生 就傾向可以用抗生素 有些醫生就比較謹慎 香港來說 我經常聽完郭勇 就叫大家不要經常濫用 是否本身人人的手法有些不同 不能濫用抗生素 我相信是絕對的 不同地方的醫生都應該這樣去濫用 但何謂濫用呢 怎樣為濫用呢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遵從醫生的吩咐去用藥 但對於香港來說 我相信醫生的守則是很清晰的 應不應該用抗生素 用多久呢 是一定的守則在這裏 我自己會覺得 作為一個市民來說 就不要自己猜 就說我應該什麼時候吃 什麼時候停 有醫生跟隨他們的分配組 我相信是最安全最可靠的 好 再聽聽聽聽 還有另一位林先生 也帶上來一起談的 早安林先生 早安兩位 早安林先生 其實這樣說 我聽到這位專家 雖然說他不是真的醫生 但現在我們要面對一個問題 是有病 或者是生命危險 才去醫院去醫 因為最近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嚴重交通以外 進了醫院 是很嚴重的 但這也不是一個最嚴重的 他就是因為 剛才中了那些 金黃葡萄球菌 或者抗萬葡萄球菌 或者抗萬葡萄球菌 我問一下醫院 究竟他自己在受傷之前 還是去到醫院的感染 醫院都不敢說 他在受傷的時候 自己帶入這種病菌 其實是不是醫院的環境 好像一些專家說的 成本 金錢 或者社會 或者社區的環境 現在一直以來 好像現在這些月份 社區那些抗 那些什麼高致病 金黃葡萄球菌 就一定是增加的 經常都是的 政府這樣說 我們政府的面對 或者還要七至十年 才可以 或者有一種藥 可以有成效去對付的 那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 甚至乎 未來七至十年 整個香港社區社會 政府的責任在哪裡呢 因為這些病 其實來說 很容易在醫院 真的感染得到的 政府的責任去到哪裡呢 其實我不是說 誰沒有做事 其實只不過呢 很多時候呢 如果種了這些菌 我相信呢 就要穿到太空衣 甚至乎十級戒備 不要說去探望那個病人 自己都可能會 就是傳染到其他菌 來令他致命 甚至乎來講 將這些菌帶出去的 那試問一件事 我們的社區社會 社會是不是很骯髒 很骯髒呢 為什麼人家北歐那邊 或者其他地方先養國家 雖然說他都會有抗分數 但是相對來說 沒有香港說 就是每一年呢 這些高致病毒的 金黃葡萄球菌 抗萬冠無少菌呢 那麼緊要 連醫療人員呢 他本身都是十級戒備去應對的 嗯 還有一件事 今天講醫療 那些心理憂鬱病 我本身都是咖哩大廈的 叫做二十年多年前 面對這些危機處理 而離開火災現場 為什麼香港人不明白這件事呢 因為我病這件事 一定有長時間 慢慢適當去處理 好的 多謝林先生 和你談到這裡 今天我們集中說抗生素的議題 是 剛才他提到醫院那裡可能會容易多這些抗藥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看回這些數字 去年衛生署就說 接獲了超過一千一百宗的社區 內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的個案 創了過去十年的新高 是否真的現在社區上 是越來越多這類東西 醫院又當中的危險中的危險地方呢 首先我就是講 在醫院裡面有這些不同的內藥性細菌 這個其實是一個 大家已經是公認的 在我們無論是醫學界 或者是科研界都知道的 也不是單單香港問題 就算好先進來美國 日本一樣是很嚴重的 在醫院而感染到這類的內藥性細菌 包括內藥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也是正正因為這樣 以及再加上社區感染的金黃葡萄球菌 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是測試我們科學研究的團隊 是很努力 是希望找一些新的解決方案 所以剛才林先生說的是一個現實 是真實的 也不是說哪個政府或哪個團隊現在錯誤 這個普世是整個世界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只不過我們是要想解決方法 包括我們 譬如我們從現在開始好好控制 不要濫用抗生素 這個絕對是其中一個方法 研發更多新的藥 也是第二個解決方法 我們其實不可以單單用一種方式 用各種方式 目的就是希望在我們將來 對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真正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 至於提到香港是否特別不好 那個環境 很多內有性細菌 剛才我也提過 這個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香港其實也不是很差的 但是你看看 譬如有其他國家來說 有些是比香港更加高的 但是正如剛才林先生所說 其實如果你有一個親友 有一個朋友感染了這類惡困的時候 醫藥都依然不好 的確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事件 多宗都不好 我們一定要努力 無論是我們在市民的責任方面 我們不要濫用抗生素 聽醫生的吩咐 或者我們在科學學術界 我們盡量多做研究 盡快想一些好的方法 新的方式去解決 這個內藥性細菌問題 我想都是重要的 我想問一下最基本的那些 其實在什麼情況下會容易 惹到這些內藥性的金黃葡萄球菌 譬如在醫院裡面 呼吸就要做到 還是要碰東西才做到 一定會怎樣 金黃色葡萄球菌 一般是接觸性傳染的 但是我講的數字出來 大家可能會有點吃驚 原來我們一般人口來說 大約有三分一 本身在我們人體上 是有金黃色葡萄球菌 基本上我們差不多三個裡面 有一個是大群者 而照美國統計來說 大約有2% 2%的人 是帶有一個內藥性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所以即使說 它其實是在我們環境當中 一直存在 在醫院來說 比較多 因為在醫院的環境當中 很多時候用抗生素去醫治病人 所以有更大的機會 有不同的內藥性細菌 在醫院那裡去互相感染 這些也是醫學上和科學上 是既知的事實 所以是否容易感染到 我們其實接觸很容易會碰到 所以最重要 如果我們注重那個衛生 譬如我們是大家知道的 譬如你出入洗手 這些都是重要的 變成我們減低互相傳播的機會 這個是接觸性的還是 戴口罩都沒有關係 是的 金黃色葡萄球菌 基本上是接觸性的傳染 它很少直接有呼吸 因為它本身不是從這個途徑傳染 酒精初手液呢 你洗完手後能幫忙嗎 其實也是可以的 因為很多細菌來講 當你用酒精去擠在一起 很多細菌在短時間內 就會被殺死 另外就講到社區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的情況 剛才講過去年的數字 1,100宗衛生署接獲 創十年新高 剛才講過其實政府有個五年計劃 其中一招就說不如這樣 第二天就要監察市面食物含抗菌素 耐藥性細菌的情況 要收集數據 這方面世界其他地方有沒有做 香港做得夠不夠 如果要監察市面食物的情況 我就沒有做這方面特別的研究 但是來講 就這個議題來講 我絕對是認為要的 你要做了這樣的研究 或者監察 你才知道究竟 一般市民所食用的東西 會不會其實已經含有一些抗生素 因為如果有抗生素的殘餘 其實是表示 它在整個過程當中 無論是去飼養 或者是製造的過程 逃在過程當中 可能有機會 那些細菌接觸到這個抗生素 而當細菌接觸抗生素 就會有一個產生耐弱性的機率 所以這個如果我們發覺 都普遍很嚴重 我們真的要想一想 會不會我們耐弱性的細菌 其實會繼續在我們所謂的人類社會當中 會繼續傳播 我相信如果我們監察得好 也可以來定某些政策 減少耐弱性細菌出現 如果人吃了殘餘抗生素 有沒有影響 人吃了殘餘抗生素 即食物裡面有 譬如豬肉 如果有的話 我吃下肚子有沒有問題 其實抗生素也是一種藥 其實不同的抗生素 是有不同的副作用的 所以政府很多時候監察很緊 不僅僅是耐弱性細菌的問題 而是抗生素本身 是有一定的副作用 如果你是在一個不需要的情形之下 去吃那種藥來說 對某些人 特別可能傷害食物會更加大 即食了有沒有事 對有些抗生素 如果濃度夠高是有事的 但是我相信一般殘餘的量 會不會太多 最後問一條 我自己也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怎樣吃抗生素 剛才你說過 應該是聽醫生說的 是 應該醫生叫你吃10天就吃10天 有沒有那麼長 我不知道 總之是跟回療程 但我聽袁國勇有時說 其實未必要吃完 有時又吃得太多 反而又不好 其實是怎樣一回事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醫生 我也是問回我們醫生的同事 其實譬如一個抗生素的療程 是多久 其實是好看你是哪一種菌 以及你是哪一種抗生素的 是有少許的差異 但是醫生來說 通常如果跟你說療程 就是一個叫做標準的 其實可能可以短一點 或者長一點 但是那個叫做標準的療程 是最安全的 如果有些其他的 所謂的少許不同來說 很可能因為 如果那個專家很清楚 那是什麼菌 也很清楚用哪一種抗生素 我相信他用藥可能更加準 他認為可能這個要是 例如三個禮拜可以 或者要多久一點都不行 市民呢 市民來說 我覺得最安全 也最適當 就是聽醫生說 因為醫生用藥的時候 是一定的準則 大家要相信那個醫生 相信那個醫院才可以 今週多謝你和你聊天 先到廣大微生物學系 師傅教授高一川 和你聊到這裡 謝謝你 拜拜